四月電價到底是漲還動漲呢 藍白聯手直接先要求經濟部 你先提出能源政策的檢討報告 在此之前電價要全面動漲 而民進黨團呢 他們警告這會加速台電破產 別只是恐嚇人民啊 我們就問 這是誰造成的 走到今天 為了不讓台電破產 發債、籌錢、電價、調漲 結果推升了通膨 央行升息 台電更扛不起債 背後是藏著 怎麼樣的超完美的死亡螺旋呢 是啊 這幾波這個電價的問題 其實很多民眾跟商家都很擔心 已經開始有點悄悄喊漲的情況 甚至很多店家的東西 平衡東西趕快先被掃一遍 怕以後買就要漲價 那今天立法院 其實包括央行、台電還有經濟部 都到立法院做所謂的專案報告 但是回答的東西讓大家很不滿意 尤其這個央行總裁說什麼 他說現在我們的CPI 也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大概就破2 2點多 但是問題是他說 很多國家都破3 所以台灣這個漲 算是溫和了你知道嗎 哇 聽到溫和這兩個字 讓所有立委直接氣炸 什麼叫溫和 你過去說這個破2是怎麼樣 是因為電價漲 所以央行申請辦法是避免物價波動 所以你現在說溫和這兩個字 大家不買單嘛 你知道我今天看到了這個背群的過場 我只有一個問題 誰逼我們的總裁閉嘴了 你知道 總裁在上個星期五 就是擔心通膨會因為電價一條漲整個吹上去 是 搶先升息半碼 你如果沒煩惱你想怎麼升息 就是因為擔心通膨 結果今天被叫到立院 改口說溫和了 誰逼他講法改變了呢 誰逼他閉嘴 對就是政府嘛 一句話那麼簡單 我們會調出的資料 2023年其實當年 CPI其實是調到2.58 可是大家想一下 去年央行有做什麼樣的升息情況嗎 基本上都沒有嘛 那你這個時候突然 2點多 今年2點多的時候你就升息了個半碼 那你不是本來就預期說有可能會造成物價波動 所以你才趕快升息來抑止所謂的物價嗎 所以去年的CPI2.58你都沒有升息 現在2.0幾 你現在在升息了 是不是預期 後面會標迫這個數字先壓下來降溫再說 所以回過頭來他講說CPI很溫和 那是不是另外一種口試心扉啊 這個完全是口試心扉 而且是簡單粗暴的口試心扉 因為漲價民眾是最有感的 現在小吃店跟業者 還有包括民眾達成這種恐怖平衡 過去我們買一個便當說 可能60塊錢 現在可能60塊錢 它裡面的菜都剩一半你知道嗎 香腸變一半 那雞蛋變一半 現在還有出現什麼 東區喔 東區有一個非常熱門的麵包店 它麵包店呢其實在下午出的時候 現在都被民眾搶光光了 雖然那麵包不便宜 一條可能要到200多塊 可是你被民眾搶光了 為什麼 第一個好吃之外 他們會害怕說以後如果漲價之後 我要吃就很困難了 一條200塊的麵包 以後半夜才能烤麵包 一條200塊的麵包搶什麼 這麼貴 沒有 你嫌貴以後會更貴 以後會更貴 而且重點是我們自己的主計處長 其實也搞不清楚狀況 我們最喜歡吃的什麼叫台鐵便當 我過去在這個電視台服務的時候 我中午也常跑到台鐵去買便當 因為第一個很便宜嘛 一個便當 排骨便當60塊錢到100塊錢不等 那現在呢今天主計處長呢 在立法院被立委問到說 這個主計處長你知道現在台鐵便當 一個最貴要多少錢嗎 他說150塊 哇 完全不食人間煙火 不知民間疾苦 現在台鐵便當最貴的是100塊錢 那60塊之後 他也收到這些物價的波動 他未來要改所謂限量版來做推出 因為你賣太多賣一個虧一個 所以他未來要改成限量的情況 那像大家看說 電價漲了之後 坦白講立法院有一些工法 立法院包括國民黨團跟民眾黨團 在禮拜五希望要提案 提出電業法的修法 希望能夠動漲 只要未來立法院沒有通過 這個電價是不能夠漲的 哇 所以4月電價漲 漲幅平均11% 短短幾天民怨要炸鍋 結果藍白聯手扣下第一槍板機 不准你漲 除非你先提具你的能源檢討報告 要不然就動漲 但是問題是經濟部沒有在怕啦 經濟部他今天說 我們尊重立委的討論 但是呢 電價漲是我們的專業判斷 所以應該說讓專業的來嘛 可是問題是 你們的判斷有在專業嗎 我們就問啊 過去這幾張包括一些圖卡 怎麼麵包房 一天成本兩塊錢 大家做什麼時間電價 說你一天大概漲三百多塊 這個圖卡一一被打臉 現在又出現什麼最新圖卡 現在包括說 沒有喔 其實我們自己的這個電價 也不是只有我們在漲 法國也在漲 他說法國你看 他即便他核能佔了六成 可是人家這兩年也是漲電價 漲了160%跟22% 連兩年都調漲喔 那我們怎麼不怕法國呢 所以啊你漲電價 你不要牽托說我台電廢核 沒有喔你看 這種全球第一的核電大國 他電價也很貴啊 可是經濟部還是沒搞這種狀況 台電也沒搞這種狀況 這個法國之所以 他所謂的核電大國 他佔了六成左右 他甚至當時可以把他多餘的電力 賣給其他歐洲各國 在全歐洲呢 只要有收到法國的電力 大概佔了15%左右 既然電是最 核電是最便宜的發電方式 他又佔了超過六成 那為什麼要漲電價呢 這個就是經濟部跟台電 沒告訴你的方式 他只跟你說 法國一樣也是漲電價 但他也沒告訴說 法國為什麼會要漲電價的關係 其實法國坦白講 他全國裡面 其實坦白講都是佔 這個所謂的核能發電佔了六成 那因為最近這兩年 因為遇到極端氣候的影響 我們知道 這個核子反應 如需要海水來做一些冷卻嘛 水就好 不一定海水 河水也可以 但因為極端氣候關係 所以導致河水跟海水溫度都升高了 所以你沒辦法做即時冷卻的動作 那再加上法國這一兩年 坦白講 他們遇到了罷工情況 所以你的核子反應 如果是核能發電廠 要進行稅修跟安檢 沒有人力啊 我去年去法國的時候 還曾因為罷工情況 我當場在地鐵上被趕了下來 說你自己走回去 我們地鐵不開了 你就知道 法國的罷工情況是很嚴重 所以絕對不像台電跟你說 人家這個核能有佔六成 但是人家還是虧損 還是要漲電價 沒有這回事 所以台電說真的 你就搞清楚狀況 你就不會再出包了 好 漲電價 所以你要用縮鐵 要來捍衛政策 這個天經地義 我們都可以介紹 可是可不可以不要這麼不接地氣 荒腔走板的縮鐵 看完了 我們再給大家看到 是台鐵沒有告訴你 是他們的財務結構 背後居然隱藏了 政府告訴我們說 漲電價是為了救 台鐵的這個財務的虧損 跟那個錢坑 不 漲電價背後居然啟動了一個 要命的死亡螺旋 是啊 漲電價的原因很多 那坦白講 台電告訴你說 是因為成本太高 其實這個話只有在一半而已 那另一半是什麼 坦白講還是政策錯誤 現在國際的一個信品公司 叫所謂的這個標普 他的子公司叫中華信品 那現在他就分析說 為什麼台電會虧損的情況 分析了四點 包括第一個 我剛剛講了 我們的發電成本比人家高 再來就是說 我們大量的投資 就是所謂的再生能源 所以產生了一些負擔情況 再來就是說 我們之前的公投情況說 2025要除核能 那另外呢 包括說 政府過去長期壓制電價 所以你變了一下暴漲之後 民眾受不了 那接下來他又推一個新的論點 就是說 因為央行升級半碼 所以造成台電的利息負擔增加 從原本的1.5兆元 增加到多少 1.75兆元 可是問題是 坦白講 這些問題是 你投資 綠能政策 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而不是說 為什麼這個 1.5兆元 會變到1.75兆元 因為你台電現在 現在發展所謂的綠電 你所謂政府 現在投資所謂的綠能發電 所以你不需要基礎設備 你要帶頭衝 而且基礎設備是最花錢的 而且你要當領頭羊的角色 所以變成說 這個綠能建設 變成說台電虧損的 最大主要原因之一 那我們就看前瞻計畫的800億中 光是綠能建設的總投資金額 達到多少錢 達到4200億 一半都砸半的 對 那坦白講 你說台電有錢 當然沒錢 你看中央才投入多少錢 200多億元 那你台電就要投資到400 4000億左右 那你沒錢這4000億怎麼辦 對 所以就要舉債 就去借 就要去借 然後所以產生環環相扣的利息 你看我們在出示這份圖表 台電 帶同當領頭羊來衝所謂的離岸發電 預計在2030年的時候 要達到總投資要到 這個3300億元以上 所以你就知道這是一個坑嘛 那我們就去調了一下資料說 台電到底舉債多少 我們知道2017年的時候 它發行所謂的綠色債券 什麼叫綠色債券 就是綠能的所謂的這些債務券 你要大家來幫忙買 那現在2017年的時候其實有500億 那我們直接看到2019年 2019年700多億 然後2020年的時候800多億 那看看2021年還看起來 就只有這樣一點 到600多億 但是2022年抱歉 達到了快將近1000億 你知道嗎 所以2023年直接破1000億了 所以綠電之名去發行公司債 去跟民間來借錢 拿來的錢 剛好去補這個4000億的這個缺口 然後通通拿去做綠電的基礎建設 好 我就問 你的所謂的這個發債 在一年比一年高 你借了這麼這麼多的錢 這不是無本的 這要繳利息的 可是回過頭來 你因為你漲了這個店價 然後央行怕通膨 央行怕通膨 所以去調高淡碼的利息 這就是升息了 是 最後你繳息的壓力 不是又壓在台電身上嗎 所以變成一年 我們要繳好幾十億的利息 光利息就要好幾十億的 你知道嗎 你說真的台電怎麼會賺錢 台電根本不會賺錢 那今年 前來過幾個月 現在才三月而已 我們一月的時候 已經有發行所謂的公司債 已經到一百多億了 149億了 可是坦白講 你現在的情況 始終難追憑你所謂的資金缺口 所以你的破洞是逐漸在破大當中 那這個破洞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能源政策錯誤 這才是追根就你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人群你看到 整天的 從台電經濟部 為了讓人民不憤怒 所以說鐵一直出一直出 你出越多人家越憤怒 為什麼 你不激滴氣 你無理 所以我就問 你有時間你遲這有的嗎 你怎麼不好好去思考 我們剛剛講到那些 能源政策呢 而且你其實發現 大家出的這些縮貼 其實就是告訴你說 電價一定非得漲不可 但是全民要把它給吞下來 所以經濟部之前 才會出那個荒謬的講法說 你不要把調漲物價這件事情 怪罪到電價上面去 那老實講 第一個這叫做鴕鳥心態 為什麼 你漲價可以 但不要拿我的事情來當作理由 這樣我就不會被罵 可是問題是對於民眾來講 你寫再多的縮帖 我等到電費帳單來的時候 我還是要付錢 並不會因為我看了你的縮帖之後 我就負得心甘情願 因為對於民眾來講 供電端是什麼 供電端是台電 台電的這些所謂的電價的掌握 跟它的能源的這些狀態來講 是由誰來負責 是由經濟部來負責 你一個告訴大家 我要漲價的單位 不斷的出縮帖來告訴大家 講說哎呀我這個是必須的 我是怎樣 民眾其實也只能被迫接受 他能做什麼 甚至你今天他居然還講說 那你今天因為付出的成本 你也不能轉嫁到我上面 因為你可以罵 但你不能說是我害的 對於民眾來講 當然會覺得 你與其去搞這些縮帖 為什麼不好好整個盤點 我們的電力政策 每次只要談到電力 就說台灣不缺電 每次只要談到電力 就說台灣沒問題 結果我們現在真實遇到的狀況是 有時候你要用電的時候 沒有電可以用 然後呢等到你今天願意花錢 說我付電費的時候 他告訴你不好意思 你付的電費會越來越貴 那你想想看對於民眾 他的感受會好嗎 淺秋你怎麼看 看到俊相講的關鍵字 叫死亡螺旋 現在其實企業來講 不只是小老百姓很苦 企業來講是根本是到 生死存亡的關頭了 你說我們把預算放在 綠電去發展對不對 應該啊 因為沒有綠電的話 它不能活你知道嗎 如果根據全球產業的供應鏈 探中和要求 到未來台灣所有產業要出口 必須要百分之百使用綠電 但我花再多錢 有沒有辦法買得到綠電在台灣 我告訴大家 光是現在漲25%的電價 廠商還買不到 而且買到最貴的糕點 為什麼 因為美花邏輯平行宇宙 他告訴大家 我們可以2025達到20%對不對 後來下調15%對不對 告訴你到2022 2023 都還只有8點多 顯然要達到15%都還有困難 因為整個產業失衡的結果 到了時候核電沒了 核電現在已經整個掏空在電力的這個底下之後 然後三接現在有官司問題 進不來 我還不用講說萬一 冰凶站尾核天然氣進來怎麼辦 然後基本的燃費 燃費 用我們廢發電的那種煤氣發電 比例下不來 本來要到三成以下 現在只會越來高越來高 要爆五成了吧 那我們用廢發電的結果 是我們口袋一直在補債務 綠電補不足 企業生死存亡 他根本到時候連出口都有問題 我告訴你 現在店家他們可能負擔不起之後 未來說不定產業逃亡潮都可能發生 在台灣電費飆高 我在法國我在哪裡電費高 那又怎麼樣 我還可以負擔的請就地生產 就地供應鏈 可以買到便宜的綠能 然後再去生產 再去出口發行 台灣不是 你花了太多的成本 還是沒有辦法符合 國際標準的要求 政府的產業失能 是殺了老百姓的口袋之外 也把這些企業都殺死了 萬一知道還有誰敢來 這會是台灣未來產業是 全面性崩盤的大問題 是 四月漲電價 台電變成了壽氣包 他覺得很冤枉 但我們今天說 台電你一點都不冤枉 今天一休給我們 更多的獨家內幕 來告訴我們 他們怎麼亂花錢 怎麼亂塞人 怎麼隨便酬庸的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後面還竟然還有總警察人 總警察人幹嘛 總警察人不是平平盤盤 他現在是 荷包賺滿滿 全民來陪葬 可惡到極點 為什麼呢 今天在3月7號的時候 立法委員黃國昌 就揪出了一個肥貓 那個肥貓叫什麼 叫做減伏天 這個人過去名字好像很少出現 我跟大家講 他有一個直屬下屬 叫做徐永輝 你絕對認識他 為什麼 2019年呢 我們所謂的以和養育 大辯論的時候 這個人本來是一個永和派的 突然他變成反和派的 而這個誰 減伏天就是他的上司 而兩個人呢 就像坐著直通車一樣 轟轟轟轟 轟轟轟火火就升官了 那這減伏天最近呢 他要來退休了 他退休之後呢 他直接轉了一個高薪的單位 你聽都沒聽過 叫做大電力研究所 這研究所是什麼呢 這研究所啊 是過去在小蔣時代來成立的 他本來的職能是什麼 是研究電能 研究這個台電出事情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智庫型的機構 一定要有一個研究型的機構 沒有錯 經濟起飛靠他 但經濟起飛完之後呢 養肥貓也靠他 民進黨把他無痛轉嫌 剛剛前舊姐講到 這什麼 這叫做綠色真是個好生意 這個生意真的好啊 而且更扯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大電力研究所 當年被民進黨炮轟啊 說你2012年的時候 你馬英九油電雙碗 這個到現在呢 你當時的這個高薪轉肥貓 譬如說剛才就講 林家長就痛批喔 林家長立委喔 那時候的台電總經理叫圖正義 你怎麼可以轉到大電力研究所 去當肥貓呢 可是你知道嗎 這個減幅店也去大電力研究所 綠能你不能 更不能的是什麼呢 這個轉型這種 我們知道吧 譬如說這個退伏會 有這個新自備的 這種安插人士的 可以理解 可是連安插這種事 連轉這種事情 他肥貓還可以升級啊 重也變盪耶 為什麼 正常來講呢 他的直接只能做總經理 因為他本來是個副總退休 結果沒想到呢 他直接跳上去做董事長 月薪高達20萬 從17萬到20萬 連差3萬塊 他們都要把它往上抬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今天呢 這個台電你在那邊漲電價 你合理嗎 你養這麼多肥貓 更厲害的是什麼呢 大家知道2015年之前呢 他是一個永和大將 在各種核能的報告裡面 他都是站在第一線 因為他原本是核能發電處的處長 可是很有趣喔 他到2020年 升到台電副總之後呢 他開始說 哎呀你這個核電不行啊 你這個核市場這個工程啊 以前說沒有疑慮啊 就現在呢 變得通通就有疑慮 造型啊你造鬼啊你 今天國民黨執政的時候呢 你就是永和大將 到了民進黨 非核家園震天嘎下 你就變強頭草 變成反核的猛將 做人可以這樣嗎 我覺得俊相實在 嚇得註解太好了 這反核猛將到 所謂大將中間只有一個差別 就是有沒有舔有沒有跪 可是民進黨又有 要怎麼樣當肥貓 要給多少給多少呢 高興什麼位子給都可以 外業怎麼監督 因為我記得我們大選 打把肥貓列出來啊痛罵啊 你們肥貓領多少沒有宣傳 有人理我嗎 沒有啊 他們照樣領啊 這算好賺反啊 可是他怎麼檢驗其他 在野黨的時候 比方說最近什麼那個 盧葉忠啊 他只是因為幫過侯友宜 諮詢過外交事務 所以他不能夠接受 行長的職務 這哪裡不對 標準是這樣的 可是他就覺得你不行 你有難力有色彩 然後呢他們自己要怎麼樣 要論文啊 要貪污啊 要叫小雲啊 要怎麼肥貓啊 怎麼肥吃到脂肪過剩 都沒有關係 武器報新聞 從2018年開始 連續六年 謝謝大家的陪伴 我們已經累計了總計 九億人次的觀看數了 非常感謝大家 重磅消息 跟大家拜託一下 我們快要突破 一百萬的訂閱 我再唱一下 請大家樓上就樓下 call更多人 來幫我們按讚訂閱 一百萬人的幸運兒 會是你嗎 請大家一定幫忙來訂閱 分享然後我都會看喔 感謝你